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八品就在讲三周说法 第一周为设立佛收集 然后第二周在为四个尊者收集 第三周在为下根的声纹收集 就是先为上根器的设立佛 第二周为中根器的声纹 第三周说法就为下根器的这些声纹地址 所以前面八品就在讲三周说法 所以三个根器能够得以收集 那么这里法师品就是在讲 我们如果要登到要成佛 到最后要成佛 一定要经过法师之位 如果要成为法王位就是佛位 一定会经过法师位 那么所以在这个受集之后 就会有这个品 这个法师品 来指示成佛 他的道路 这条路上 必定会经过法师这条路 当然这地方指的主要是一定会经过出家 然后辞送这个法华经 一定会经过这段路程 所以这段路程是一定的必定经过之路 那么这一品他又在提到 这个所谓的法师 它是持有 就是有五种法师 第一个是授词法华经的法师 第一个授词 第二个读 第三个诵 第四个解说 第五个书写 就是授词读诵解说书写 能够这样子来授词读诵解说 书写法华经者 那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要提到的法师 所以在成佛这条路上 最后一定要经过 绝对会经过授词法华经这条路 所以大家各位 不管早出家晚出家 一定会出家 以后了 那么现在大家听闻一句一句的法华经 最后接个成佛 那么成佛又一定要经过法师 所以大家各位以后一定会出家 一定受持法华经 好 我们来看 好 来看经文翻过来 好 七百七十五页 这里呢 还有提到 这里讲的法师品 这个法师呢 一定是大圣的法师 好 好 而且呢 他一定是以自立立他 好 以慈悲为上手 然后以忍辱作为根基 好 然后要能够善观空性 致敬其意 好 要有这样子的精神 那么忍辱 慈悲 他就是在修福 善观这些空性 大圣这个空 他就是在修慧 那么就是要往这个佛陀 福慧两足尊这条路上 来朝这个方向来走 好 所以要能够弘通这个妙法连华经 在堪作法师 来敬畏来记传佛的心灯 好 来看经文 二十四尊因药王菩萨告八万大事 药王 鲁见世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 夜叉前达婆 阿修罗 迦如罗 敬纳罗 魔侯罗解 人与非人 集比丘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求生文者 求辟知佛者 求佛道者 如是等内 咸于佛前 闻妙法 华经 一句 乃至一念 随习者 我皆予受寂 当得 阿六多罗 三秒 三不提 这一段呢 就是在位 只要有听闻 妙法 捏花经 一句 一记 或是一念 随习 都可成 阿六多罗 三秒 三不提 那么 这一段呢 世尊 他是先 因药王菩萨 因药王菩萨 来讲 来提 为什么要 把药王菩萨 摆在前面 借着 寄托着 这个药王菩萨 来跟八王大师 来讲 因为药王菩萨 他过去生 到现在 就 一直持着 这个妙法 零化经 他就是 一直都是修持 妙法零化经 在过去生 在后来 后面 就有讲到 药王菩萨 他人生共佛 他 这个 供养 这个 奉 这个法雅经 持诵法雅经的诚 他这个诚心 是非常诚恳的 而且 他又是八万大师 是以药王为代表 是以他为首 所以 这个 佛陀就以药王 药王菩萨 来作为 开头 因药王菩萨 而告八万大师 那这一段 这个八万大师 当然不是只有八万 那这里是所有的众生 所有在法华会上 大众中无量的天龙八卜 以及四众弟子 那 这个 这个 他是借着告八万大师 而来讲 法华会上所有的众生 不管他的修持是怎么样 只要能够听闻一记一句 那么他皆可成佛 这个地方是佛 在谱 谱 就是比较 广为授记 所有的众生皆可因 法华经而成佛 这在所有的经论里面 唯有法华经 才有这样 所以法华经 经中之王 他等于是开佛 就是唱佛之本怀 把佛心中所要讲的 都讲透了 你只要有一句一句 停在心里 那这个种子种下去 未来必可成佛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佛告要往 又如来灭度之后 若有人闻妙法华经 乃至一记一句 念随习者 我一语受 阿尼欧都罗 三秒三菩提记 这个地方是在讲 佛灭度之后 之前呢 是在讲佛 那时候 当时候在法华会上的所有 所有的弟子们 八万大士告八万大士 以及八万大士在会场 就是所有的八万大士以外的 所有天龙八部 四种弟子 那这些呢 都是听闻一记一句都可成佛 当世的佛在世那时候的都可成佛 佛灭度后 听闻妙法华经 一记一句一念随习者 也一样都可成佛 佛都会为他受 阿尼欧都罗三秒三菩提记 所以 这个 我们也被收集了 所以我们也被收集了 大家要就是 其实我看到这一段 刚开始还是有一点 我真的被收集了 好像觉得是 真有这么一回事吗 我真的未来真的可以成佛吗 还是一个问候 可是我慢慢这样拜法华经 送法华经 我慢慢的发现 这是真的 我也相信 佛陀所讲的 因为这个种子种下去 那是 这是 这个种子是 这是比不上的庄严的种子 种在我们这个心里 这个 这个法华经是 这种 所有经里面 法华为第一 是所有经的 这个 人家讲 醍醐 醍醐 甘露 醍醐 它是 最绝对的 不是对等的 它等于是 统色所有的经 是佛心中 最大的格局 那我们把这个格局放在心中当成一个种子 那这样子最来的当然了这是一定可成佛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第七百七十八页 好 那这里来讲 这是五种法师 这是受词 读诵 解说书写 好 看经文 若父有人 受词读诵 解说书写 妙法华境 乃至一记 于此经眷尽是如否 种种供养 花香 阴若 墨香 涂香 烧香 增盖 床帆 衣服 祭月 乃至合掌 恭敬 好 就是这里提 好 如果有人受词读诵 解说书写 这五个方式 受词是一种 读 还有诵 还有解说 还有书写 妙法华经 那么 这是五种的受译 五种的 就是五种的修行 像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都是读了 读比较多 那书写也会有 可是诵 就不容易 好 我们一一来解释 我们来看这个小字 第一个受词 小字 第二行 受词 受词呢 就是把这个信寿 支持这个经意 在心里 让他不会忘失 这一点 其实对大多数的人 他还是有一点难度 因为我们大部分能够受词到稍微概括 可是要透彻就有点难 其实也不是有点难 要是很难 因为我们一般只是来了解法华经 只能概括的了解 我们认为的法华经 我们认为的法华经其实还是很粗浅的 但是呢 它是非常深的 你想想看 能够让药王这个菩萨 舍身 单身共佛 因为他修持法华经 能够迅速 修持能够 就是能够迅速证许多的三昧 那这个法华经毕竟是非常特别的 那么这种特别不是我们现有的智慧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的受词 只能比较粗浅的经意 不忘失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给自己一个保留 不要太轻视法华经 意思是这样 还有很深很深的内涵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 只是看表面而已 我们至少心里面有这个心理准备 知道它还有很深的内涵 需要我们再慢慢的去体会 这是受词 第二 读 读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 读就是一般我们大家一起来诵经 这叫读 就是坐下来 在家里我们一圈一圈的这样读过去 一个字一个字不要断这样子给它练下来 而使一字一句接人 寥寥分明 所以读跟诵在这样的语词的解释 读呢比较偏向于 就是一个人静下来 在极静处 在极静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千层的来读 这个是读 那么诵呢就是整个背下来的 在我们近代 现在我看到有法华经会全部背的人 好少 以前很多 在古代是非常多 非常多 因为古代实在很单纯 书没有很多 你能够有一本书就很多了 就不错了 因为印刷很困难 所以他们每天也没有很多事情 白天晚上时间很多 要背经是很 就是可以专心背 没有什么其他的杂事跟外缘 但是我们现在 我有看到有人背下来的实在很稀少 那近代的大德里面 我所知道就是妙境长老 妙境长老是用背的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背诵 每天背一步 每天背一步 一步法华经 这妙境长老 那其他的就比较少人是这样子的 都是 有人 也是有人 有许多 我也听到有许多法师 他也是发心一天一步读法华经 就是一天一步这样练下来 练一步 但是呢 也不是用背的 但我会劝人家能够用背的 因为 这个 你看能够让一个 能够让一个多宝如来 为了他发愿 有讲法华经处都要陷于佛前 来证明这个法华经的可贵 所以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不背实在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今生能够了解到 能够有遇到 我们就要把他当这个宝贝一样 真的要很庆幸 能够给他背诵下来 那么这另外是讲寿词读诵 那现在讲解说 这个解说呢 就是为人讲解 为人讲解 但是呢 这个解说 千万不要解错误 我们至少要 依着祖师 他的 就是我们正统的祖师 所做的解释 来下来解释 不要多加入自己的意见 前阵子我遇到一个国外的法师 是外国人 国外的法师 他对中文的解析能力 当然一定没有我们好了 那么他把这个中文的解析 他也是专读法华经 专修法华经 可是呢 他误解了法华经 他把一些解释 上下拆开来 接着都拆 因为以前的古书 是没有标点的 没有标点 那么他们自己标点 结果上下标点标错 那这个经历就差很多了 那这样子误解说 那很可惜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稍微留意的 如果我们要解释法华经 你就要依着公认的一些祖师 他的一些开示 他的所写下来的注解 来讲 这样子才不会有问题 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 至少天台中 他目前的几位 这几位祖师 像智者大师 他们所流传下来的 这个注解都完全不会有问题 还有一些当时候的几个 像后来的几个祖师 像憨山大师 不是 欧义大师 还有 那时候亏击大师 最近我们有 教育基金会有出一本 亏击大师的法华经的注解 像这些就不会有问题 大家就依着他们 好好的去看 我们这一本 这个范公 新范老师上 他所讲的 所写下来 都是依着这些祖师的经论 所写下来 你们上面看到的所有小字 都是他操录 许多祖师的注解 所操下来的 因为我有参考 好几本 这些内容都是那几本里面的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内容 是没有问题 它都是过去 这个祖师所注解的 那么信范老师上 把它综合起来 写下来 这是解说的部分 第五 书写 书写 在古代这个书写 它的目的是为流通 流通法华经 所以你看到这书写说 为写经 科经 印经 这个都算书写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书写 写法华经 超法华经 那是 这个也是有它的意义 那么 但是呢 它比较偏重于 让我们心静下来 就好像我们读诵一样 等于是慢慢读了 但是是用写的方式 一笔一笔的 很恭敬 虔诚的把它写下来 这也是一种方式 好 这是五种 受词读诵解说书写 这五种的法式 好 五种的修行方式 好 那下面十种供养 这个十种供养就是 花香 阴若 墨香 土香 烧香 增盖 虫凡 一笔 即月 好 我们来一一解释一下 因为 下面以后 这会一直出现 这五种 五种法师 以及十种供养 这种呢 这会经常出现 所以我们要先解释一下 第一个花 花 当然大家知道 它就是我们讲的花 鲜花 好 鲜花 这个小字里面有讲到人工制作的花 好 不过这个花 在佛前供花 很多人在家里佛前会供假花 真花是都会供 但是有人会供假花 这假花不是说完全不行 好 但是呢 不要因为说有供假花我就什么花都不供了 就变成很懒惰 就花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如果你看到外面有很庄严的假花 哪里觉得这很庄严很好看 我拿来供这也是好事 但是呢 供花是要常常供 就是种一个因啊 种一个因 供花的因 所以我们有时候买一点真花来供佛 好 这个自己亲自擦一下 好 擦花 或者亲自去给它传 传这个就是去准备 好 去准备这些物品 好 这个花 这些材料 好 亲自去准备 这个种的因 好 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供养是种在过程 好 这个过程 要常常有在供 好 不要 我们不要太过懒惰 只有供这个假花 好 第二 香 这个香呢 这个古代香 香在古代 它一定是有机的 一定是有机 那我们现在香就多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时候有些化学药品在里面 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前阵子有一个 有些资料显示 我们有些香 闻久了会有致癌的可能 好 这些资料 这个我们也不能轻忽它 好 所以 现在的香 你要买的时候 有时候要留意一下 这些问题 如果它放太多化学的一些 一些东西进去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 让我们闻起来特别香 好 那这个你叫留意 好 我是 但是我们都会特别去注意 像我们供修的时候 在大殿里面的香就不要让它淹太多 好 因为我们现在香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香一定是有机的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的香就要留意 所以我们如果说大殿里面供的香 我们都要选择 要比较特别好的香 那么如果说有些比较差的香 我们都 别人又已经拿过来了 拿到寺庙了 不得已我们得就是帮它用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供在外面 但是也是供佛 可是插在大殿外的炉 好 一样是供佛 但是呢 就是我们大殿里面供修 就比较不会稳得到 好 但是就算在大殿里面点的 就是比较好的香的话 那个香我们也不要点太大量 好 这个太大量也不好 这个不要一直处在很多烟的状况 好 就是这一点要留意了 好 第三 阴落 这个阴落呢 这个是七宝你 这个阴落包括很多 好 七宝阴落 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花香 阴落 这个都是供法华经 我们现在讲的是专供法华经 指说有供法华经的地方 然后你给它供养 好 比如说法华经的塔 法华经的这个供桌 好 金厨 好 它有供金本之处 那么我们呢就给它装饰 用阴落来装饰 用阴落来装饰这个供法华经的地方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可以用阴落来供养 好 第四个 磨香 磨香 我们现在讲就是香粉 粉状的 那当然粉状的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有机 应该都是有机的比较多 应该都是这样 好 那但是我们选这个粉状好 这个因为粉状最好都在室外蓝比较好 如果室内蓝不要太大量 好 不要拦得整个房间都熏得很多烟 好 就是这一点要留意 好 这个也一样是供 有就是供养这个有供法华经的地方 好 第五涂香 好 涂香呢就是有香味的 好 的水 那么 或是油 涂在 有供养经的地方 好 好 这也是供法华经 第六 烧香 跟前面这个香 好 再解释一下 前面刚刚讲那个香 那个是 没有烧 只有香而已 它没烧 这里要稍微注解一下 这两个要分一下 好 我前面讲太快了 这个如果有点蓝的话 就是指第六种 烧香 那么它呢是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香 有烧的香 好 就是第六种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没有点蓝的 它直接就 这个香就直接放 像那个藏船就有这种 好 藏船水水花香 灯土果月 对不对 水水花香 灯土果月 那个香 这个 那个杯子啊 好 那个杯子前面就是放 没有点蓝的香 好 就是一个一个香塔 如果有了解藏船的 它就是这样供法 但是我们汉船其实 就是它都具备了这些道理 好 那我们只要把香放在桌上 那也一样是供养 如果把它烧了 燃烧 那就是第六种 烧香 好 这个卧香 这里讲现香 用力的 叉的 我们那个 我们现在那个卧香炉啊 是在台湾比较有 好 在大陆是比较少卧香炉 好 在台湾 这是台湾 我们台湾比较特有的卧香炉 那这个卧香炉 大家也可以用 卧香炉有个好处 它没有中间的木头 好 所以你在清理上各方面 好 就少了这个这个香角 好 也比较方便 好 就是卧香炉 好 然后这个整个炉的感觉 也比较清静 好 就是不会占地方 好 所以卧香炉是个很大的好处 大家可以不妨可以用卧香炉 好 第七 增盖床帆 好 就是在有供法画经 有放法画经的地方 好 来装饰这个增盖 床帆 增呢 就是私之品 好 私之品车枝出来的这些图案 好 是增 好 那盖 就是宝盖了 好 床 帆 好 那么这个床呢 就是 床帆啊 好 那个圆形的是床 那帆呢 就是比较扁的 好 扁的 那个叫做帆 好 床帆 好 好 那以这样子 来装饰 来装饰这个有法画经的地方 好 这是增盖床帆 第八 衣服 这个衣服 不是指我们穿的衣服 就是有放法画经的地方 你上面给它一块布 给它公进了盖住 防止这个灰尘 防止灰尘 落在法画经上 所以这个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 就是盖金布 好 就是盖金布 这一讲就是盖金布了 好 好 第九 季乐 大家要留意 这个季乐是 是 赞叹 经 赞叹法的 好 赞叹法的 赞叹三宝的音乐 好 这跟一般的音乐不一样 好 是赞叹 法的才算 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 赞叹法的 这个才有算 好 第十 乃至合掌公经 好 这个前面呢 有的是生业供养 有的是口业供养 像季乐是属于口业的供养 合掌公经 生业 异业都有供养 好 这个就是十种供养 好 好 我们看下面 药王当之 四诸人等 一称供养十万亿佛 于诸佛所成就大愿 命中神苦 生此人间 就是药王菩萨 这是借着药王菩萨来讲说 药王当之 这些人呢 这些人就是有做五种 这五种法师 以及做十种供养的这些 佛弟子们 那么他们呢 过去生 都已经供养过十万亿佛 于诸佛所的成就大愿 他才可能有这样子的心 因为民众生故 而生此人间 所以这些呢 都是本来过去都成 供过佛 而且供养十万亿佛 供养十万亿佛 这个是很难想象 供养十万亿佛 那这个他累积来的 修的善根福的因缘 那是很大了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佛事那时候的五种法师 都是菩萨所硬化的 他不是凡 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凡夫 都是硬化的 在佛事那时候的四种法师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要王 若有人问 何等众生于未来是当得作佛 因是是足人等于未来是必得作佛 就说 假设有人问 怎么样众生未来一定可以作佛呢 那我们就告诉他 这个五种法师十种供养的弟子 这个就是未来必定可作佛 所以当未来当成这个佛的果位 必定可作佛 下面 何以故 若善男子善女人 于法华经乃之一句 受词读诵 解说书写 种种供养经卷 花香阴落 墨香土香 烧香 增盖床帆 衣服济月 何章恭敬 世人一切事件所应三奉 应以如来供养二供养之 当知此人是大菩萨 成就安流多罗三妙三不体 安明众生愿生此见 光焰分别妙法华经 这里就是在讲 为什么他未来是必得作佛 因为若善男子善女人 在法华经乃之一句 能够受词读诵的话 解说书写 种种供养 那么这些人是一切事件所应三奉 为什么呢 因为此人是大菩萨 最后当成安流多罗三妙三不体 他因为安明众生的关系 而生在此人间 来讲说分别 讲说妙法华经 他未来他必定可成佛 所以我们就应该就以 就是可以让就是 就好像把他当佛一样的 来供养 所以英语如来供养 而供养之 这样子的法师 这种就比较特别 等一下会讲到 等一下会讲到 有关毁谤这个 如果谤这个法师 会比谤佛还要可怕 那业还要重很多 等一下会有讲他的原因 为什么 诵词这是读诵解说书写 这个法华经的法师 那么的人 以及种种供养的 这个佛弟子 四重弟子 那大家就应该 就是把当佛一样的 来看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明当中都影响他周遭的人 只要让周遭有人能够读诵一记一句法华经 谁起赞叹 一念谁起赞叹都好 那未来必可成佛 所以你看这个法师的 这个人的影响多大 不一定只有五种供养的法师 不是 不一定是 不是只有五种法师 包括十种供养的 这些佛弟子都算 他的影响力多大 那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一旦毁谤他 一旦毁谤他 那么是不是破坏掉 跟他有缘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可成佛的因缘 就被你破坏掉了 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那你断掉很多人的 这个可成佛的机缘 这个所以他的关键 是因为法华经的珍贵 关键都在于这个法华经 因为法华经 只要一碰到法华经 能够读诵受词解说 他一记一记都好 那这样他未来 他竟都可成佛 就因为这么殊胜的关系 所以只要有受词读诵的 这个人人 那么如果一旦毁谤他 他这个果报就非常的大 我们看下面经文 何况尽人受词 种种供养者 这里 这个 这里是在讲这上品的法师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五种法师 五种法师里面 还有分上品的法师 那么这上品法师指说 能够完全受词 完全种种的供养 那么他当然是一定是迅速可成佛 过去圣中 他供养十万亿的诸佛 能够都很虔诚 很用心的修持法华经 那么受词一记一句都非常殊胜 何况是全部受词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 让我们知道这个殊胜 我们看下面经文 要王当之世人 自舍清静夜报 以我灭度后 命众神故 生于恶事光焉此境 就是要王菩萨 佛就讲 要王菩萨当之世人 就是这个法师 他自己放弃了 这个清静的夜报 就是他在他原有的世界 原有的国度里 他的清静夜报他放弃了 在如来灭度之后 他因命众神之关系 而发愿生于这个恶事 五着恶事 而广演此境 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现在真的发现 要能够去了解法华经的人 能够去 想要去送他的 真的很少 真的非常稀有 真的很少 不要看说 大家现在坐在这里 好像人还不少 左右还可以看到人 还可以看到 听到法华经 那是我们在台湾 那你看看 在国外就不见得了 像泰国 你要是生长在泰国 虽有佛法 可是他们并不认同大圣 我那里常常有泰国法师来 跟他讲大圣 他是 他可能 从他的 跟他对谈的口中 他也是 等于是他也 不方便这样批评大圣 但是他心里听得出来 并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他毕竟生长的国度 就没有这个法 没有大圣佛法 如果我们放下 这个法门的情绪性的 或是感情式的这种 这种 就是这种心的话 我们纯粹从理论上 道理上 推理上 来讨论 辩论 来辩论 那必定 他们一定可以了解 大圣的珍贵 因为无助菩萨 世青菩萨 就是这样 无助菩萨 世青菩萨是无助菩萨的弟弟 对不对 那么世青菩萨早期 他就是学 小圣 而且还毁谤大圣 后来因为无助菩萨 他是大圣的 那个心 他就慢慢地教导 他就慢慢地教导他的弟弟 世青菩萨 不要毁谤大圣 慢慢用道理跟他辩论 然后世青菩萨也放下 这种对恶圣的那种感情式的 那种追求 他就用道理慢慢地来讨论 放下内心的那个成见 只要用道理 愿意用道理来推 那绝对就可以相信大圣了 绝对可相信大圣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佛 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很重视逻辑上的推理 逻辑上的推理 所以这个社利佛 还有富罗那弥多罗尼 他不是说法第一吗 他们就是生生世世 在讲经说法 他们都能够把所有的道理 分析得非常清楚 没有冲突 他能够把空性 你看恶圣的空性 他只偏空 到大圣的空性 他又有分 唯士的 还有宗观 宗观又分 应成派跟秩序派 你看他这个空性 一直分析下来 一直分析下来 到时候都是 都会有那个 这个 有他不圆满的地方 一直给他分析到透彻 直到圆满为止 就是宗观应成派 直到最后 对透彻的圆满 但是并不表示 其他的空性不能存在 因为这是因众生 根基不同 他所正的层次不同 大家懂这意思吗 所以并不表示 二圣的空就是邪见 不是 也不是表示 为事的他就 他虽然没有像 宗观应成这么 这么透 可是呢 他却有他非常大的功能 也是政治证件 只要在三法应下 所印证的 就是政治证件 三法应 所印证下的 就是政治证件 不坚持人